呛呛三人熊 今天是这个文道来了 要是这个子东在就好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没有子东在 因为今天要讲足球 据说网上说你不懂 我更不懂 文道懂一半 只有子东才懂 我是看到这种说法 还是倒过来是子东 只懂一半 文道是全懂 子东是懂两个一半 一半足球一半NBA 那我跟你是怎么样 我们俩加起来也不到一半 你们俩不看球 你不是偶尔做一下球迷的 我的印象是 我要看顶尖的 一般我就看最后决战 而且首先咱们要 就是歌颂文道熬夜的功夫 你想不到他这样一个 比总理还忙的人 还得看那么多的书 每天整个欧洲杯期间 2点45分 凌晨2点40 你都看了 对 几乎一场 几乎只漏掉一两场 那你首先可以分享一下 你这段时间的生活秩序 给搞成什么样子 这里我要加一句描述 他还不仅是看 他一边看书一边看球 听说是这样 中场休息才看书 另一个手还干着别的事情 你知道现在球员都爱看书 你比如说像这回给人拍到 俄罗斯原来叫新沙皇 现在褪色的那个球员 我现在想不起叫什么 艾沙维 他被人拍到 他们足球队在开打前的练习里面 他坐在场边看什么 看一本俄文版的春上春树 海边的卡夫卡 我以为是钢铁是怎样练 人家多文艺分 然后又拍到今年冠军队西班牙的阿龙索 他还入过两个球 今年 他又在看什么 他在看西班牙文版的斯维格的群星散钥匙 然后至于脑禅 八神 他都看书 只不过他看的是哈利波 所以行为也比较像 咱可以看看这回八神 其实你看我这个尾球迷 我在这一次才对他有个近距离 这是输球了 但是文道 我觉得他们吹火了半天 这八神 我就看到这张照片之后 我看了最后一场比赛 我就想 这个实力跟发型无关 是吗 实力跟什么忽悠也没有关系 你说实在的 你就讲这个发型 好 那个哈维 西班牙那个哈维 你知道哈维在家乡的外号叫什么呢 什么皮老皮 还是老皮老 我记不清 什么意思 阴谋 阴谋 他当然非常像 他头发确实特别像 人家的头发 像谁的阴谋 每个人有点不一样 是吗 但是你看一样 阴谋也不防不爱大师的风 不过很难讲 因为其实八神踢的是非常好 是踢的非常好 但是问题是他太不稳定 所以又叫脑残 不是神就是脑残 但西班牙不一样 我觉得这回 我一直觉得 我先说一下 我每天看完球 通常是这样 如果球晒闷的话 那看完就洗洗睡了 对不对 对 我想知道一下一个生理问题 因为这也是很多球迷 咱没这个体会 他们天天跟你差不多 在这段时间之内 脑子是不是进入一个昏昏然的状态 对 因为尤其是两年大概就有这么一回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这个规律是这样 因为NBA的总决赛 总是碰上世界杯决赛周 或者欧洲杯决赛周 欧洲杯世界杯 那么中间是建两年两年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每两年 你大概就有一个月 是晚上看世界杯或欧洲杯 看到差不多五点多 然后接着八点多起来 就该看NBA总决赛了 那大概是一个多月 就每两年就有一度是这个样子 那那个时间呢 你如果那个球闷 你还没什么去睡 对吧 但是问题是 那球要是精彩紧张的话 你是看完球啊 你是睡不着 也睡不着 你睡不着 然后再耗上半天 上上网啊 搞这搞那的 那么于是呢 这么下来呢 就整个月都会有点迷迷糊糊 晕头转向 但是我还好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像吸毒 你知道吧 就看了一场好球赛 你会整个人就嗨了 嗨了 对 因为今天我觉得 唯一这个世界上 让我情绪最激动的 那就是看球了 而且我跟你说 本身这么长时间熬夜啊 这个内分泌就是嗨了 对就熬嗨了 可是嗨了还是要付出 代价吗 闻到还好 因为它是自由工作 而且他 你还会感觉到容易勃起 你知道吗 对我听说 但是它是有点那个洋气 虚火上升的 那么 那你不早说 我就多看球了 我就每天 也觉得困扰了多年的问题 对 省了多少吃药 那钱 容易 这个放松下来难 哎呦 那以后每天改变生活习惯 不看球 你终于找这话题了 快说 那我说闻到不能做准 因为它自由工作嘛 你再怎么昏昏沉沉 你可以调动你的工作时间 对 而且它一天到晚 在飞机上面 天空上面飞嘛 就躺着就受降了 就是圈马行空 可是我看到我很多 每天要上班的同事 现在每天看完球 那不工作的时候 或者说回来工作 那个情况才惨 要请假 要把整年的廉价要去掉嘛 因为香港法定假期嘛 它要每半天收拾半天 或说请病假 各种不同的理由 从头疼到自仓发作的理由 都想出来了 都请假 然后呢 我觉得每一年 每一届比每一届 大家更厚颜无耻 因为以前啊 打世界杯也好 奥运也好 只要有半夜看球的时候 大家还真的会想一些理由 去来请假 对不对 说头疼 说妈妈生病 要在家照顾妈妈等等 现在不是了 都不用想理由了 因为大家都明白 你是作假的嘛 对不对 一打电话回来说 都不用讲话 对 我觉得起不了床 不来 好好好 你收集一下 我觉得那对人的心理状况 还没有影响 对 我打断一下 我突然发现家辉 玩的挺潮啊 能给我们秀一秀吗 是啊 他弄了个文 好像文在脖子上啊 这是个什么呀 要不要也看看我的 这是个乌骨 这好像是 巴黎岛的那种音吧 蝙蝠吗 没有 因为我 我看见了吗 咱这导演能给他拍拍吗 好家伙 这是谁咬的 因为我看到巴神 你也来一个 因为我觉得其实蛮惭愧的 因为刚我们节目之前 你们给我看巴神的照片 我还问这是干嘛打球 因为是墨西干人 我以为跑步的 通常黑人在我心中是跑步的 而且意大利对 怎么会有黑人 我总是想意大利就是很英俊的白人 因为这个事 他也承受了一些不白之冤 他才21岁 过去老在球场上骂他 黑鬼或者什么 就骂 他确实有点成长过程中 他是被人欺负的 过去种族歧视老针对他 不过我想讲这回的比赛 我觉得很 这几天一直活在一种强烈的幸福感 跟幸运感这种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们做球迷的人 像我真是余生野晚 我70年出生 70年那年出了个什么事 你知道吗 1970年 是巴西再次夺得世界杯的那一年 也是号称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支国家队 比利 它的黄金年代 贝利 对 然后那一年比赛 被很多老球迷称赞为 就是世上就不可能再复制 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后到了我开始看球的年代 就以甚至连贝根包尔那些当然也看不到了 然后克努伊夫那也看不到了 但是我看到荷兰三剑克 然后我看到了后来的巴西队 看到后来几个队 但那些队伍呢 坦白讲都打得好 但是很多人就老球迷说 哎呀 那哪如当年那个巴西 更老的还会跟你说 以前匈牙利那才叫牛 跟你来这个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 最近这几年 看了西班牙的这些足球之后 我觉得有一天我老了 我跟年轻人也能这么说了 我说你不知道 那时候那几年西班牙那才叫足球呢 没错 就你开始有这种感觉 你觉得你见证了历史 你看到了一个王朝的诞生 对 那个时候足球场上可能全是巴洛特利的 孙子那个范儿的 对 都是那种的 什么模样的